米以石為天 蛋以鮮為美 除了人間五味 酸甜苦辣鹹 能帶給雞蛋滋風味美 高科技製造的液態蛋 讓雞蛋的美味更上一層樓 晶瑩剔透又紮實飽滿的蛋黃順勢滑下 宛如蛋黃瀑布 這也就是液態蛋最重要的原料 它能夠每分鐘打出2,250顆 但你看我們人體極限 大概1分鐘能夠打出 像這樣子的10顆粗蛋 電腦高速分擔機 以每小時13.5萬顆 等於每分鐘2,250顆的速度 讓蛋黃蛋白幾蛋殼 既能完整分離又能互不相混 過程中還得融入科技篩選 它能夠自動的去幫我們剔除 臭蛋血蛋 所以我們畫面這邊也看到 上面有一次在閃這個藍燈的 它能夠自動去幫我們剔除 一顆顆圓潤嫩白的雞蛋 宛如部隊行軍一般 緩緩步入生產線 但一開始從養雞場 直送工廠新鮮雞蛋 得先透過40度的溫水洗進外表 再噴灑次氯酸水替蛋殼殺菌 製作一台蛋最關鍵的 當然就是新鮮的雞蛋了 而這裡你看 剛剛進貨的雞蛋 雞蛋完全沒有出過氣體之下 外殼髒髒舊舊的 但這裡藍色端則是經過了高溫抽醒 兩者差別非常的大 這時候綿密柔滑的新鮮蛋液已經成型 存放在超大型的調合桶中 宛如蛋液岩漿一般 空氣中還飄散著雞蛋獨特的香味 大約18萬顆的雞蛋 18萬顆蛋 像這樣子一盤30顆的話 等於多少盤在裡面 大概6000盤 6000盤 那一輩子可以吃了 18萬顆這麼多蛋嗎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經過巴斯德低溫殺菌法 進行滅菌後的液態蛋 以每小時3000罐的速度 進行裝填 加工製程跟新鮮屋包裝 作業除了比較鮮乳規格 還有獨特的商業機密在裡頭 其實日常生活中的美食 像是滑嫩爽口的早餐歐姆蛋 美食蛋糕烘焙的過程 甚至是一般早餐店家 用來煎煮蛋餅所使用的蛋液 液態蛋把關第一步 就是鑑定豪式單位 也就是雞蛋的重量 跟蛋白高度的比例 數字越大品質越好 現在更有雞蛋快篩法 用了鑑定蛋液中 是否殘留抗生素 這個快篩的話 我們是針對雞蛋動物用藥的 抗生素殘留 這個檢驗的話 它大概所需的時間前處理 然後加後段的一個反應的話 大概需要四個小時的時間 新鮮殼蛋不容易腐敗 因為蛋殼模具有阻擋微生物入侵的作用 但液態蛋失去蛋殼屏狀之後 就需要經過重複的篩檢、清洗、殺菌跟低溫保存 高科技的液態蛋使用之廣 也成了一般民眾不知道的食物秘密 借彭志華、朱顯民、嘉義報導